生命之书365天的静心冥想 作者 克里希纳穆提 富有创造性的空气 你能不能静静地聆听 就像大地承接种子一般 然后看看自己的心能不能安静下来呢 心必须了解自己所有的投射及活动 才能安静下来 不是偶尔安静一下 而是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天 都能自然地保持安静 然后你就会发现答案是什么 富有创造性的空气 并不是一种可以培养的境界 它会在没有邀约的情况下 暗自降临 只有处在这种情境里 才能得到更新和改革 越多食欧 除了 声速制作人 中国组合体 发展